哈喽 大家好 我是五哥 今天给大家玩整个排位的游戏视频 这把是和那个杜虎 杜虎它是 这把用的是扁鹊 开黑 开三黑 这打排位 这个单排真的好难打 我都一直在徘徊的这个 壮士 壮士 那个一颗心 那里一直徘徊 徘徊了好久 这把打开黑 然后这边我们 这个大桥挺溜 所以是最后 最后一波攻的时候非常溜 等下我们可以看最后一波 那个攻击把五个队友传回去 然后又传来传去 这边我是想暗算这个孙悟空 先给他一半血 赶紧跑 开个大招 他敲我一半 这时候差点就死在这里 没有暗算成功 其实我刚才应该早点丢一个惩戒 然后再怎么滴 对吧 然后刚才就是 打排位失败太多了 有点紧张 然后因为阿科打 就比较比较那个 手滑一下 是吧 就没有打成功 这次就开始等待机会吧 我们这边五个 对面也是比较谨慎 是吧 那这边他们出现了一个 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小乔先死了 我们这边还比较 比较那个是吧 就是为所一些 不会说 就是反正我们这边 比方也相差不了多少嘛 就是所以如果 哪一方的那个英雄先 损失比较多的情况下 他就很容易被翻盘 那就被 就被突破吧 你看这边 他们已经损失两个英雄之后 我们这边一路 从中路强推 就直接推到了 已经把高地塔推了 推了之后 就在这时候我们这边 这边 他们还有三个英雄 然后再对这边 狂奏一波吧 乱斗一波 乱斗一波之后 乱斗一波之后 然后这边 大家有没有多少血 这边大敲开个一个二级呢 就这个时候 大家一起回城 这个时候回城之后 就有点像刚开始了 是吧 就等于重新来一过 然后一下子五个人 就顺序飞过来 满血复活 满血飞过来 直接开始大奔斗 这一波打的就特别爽一些 虽然说 最后我是牺牲了 但好歹 好歹是把对方水晶飞了 刚才打了一把 主要是我的 刚才玩诸葛亮的时候 玩了一把 就诸葛亮的机子 就打的特别卡特别卡 我会打卡 然后卡卡卡的就没有发挥好 我就一直徘徊在这个 这个转四这里 也是可能 从S9赛季出是吧 转二直接掉了转四 现在打上去又打不上去 所以看能不能拍 可以能不能打上去吧 那把你嘴巴在一起 大家欢迎大家去关注 一个视频 关注公众号 我们下次再见 接下来我们欣赏一个网友 提供了一个 这个阿柯的精彩操作视频吧 如果大家有什么 今天的视频 也可以投稿大公众号 我一个结束 或者Q邮箱 那我们愉快的结束吧 哇